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江中游腹地 一座隐秘的大山见证了地球沧桑变化的历史 荒芜山岭之上 一种珍奇的宝石改变了当地文明的发展轨迹 神秘天坑底部 一个惊人的发现引发了一连串地质学者的追问 穿越古老的地层 跟随我们去探寻足以改变世界的地球宝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先请大家看几张图片 大家看啊 这是我国广西乐业的大石围天坑群 他们拥有着陡峭的岩壁和巨大的容积 其中最深处达到了613米 堪称世界岩绒天坑博物馆 大家再看这一张 一望无际的蔚蓝海面当中 一汪深蓝色的圆形水域就仿佛是大海的瞳孔 这种景象被人们称为蓝洞 其实啊 它就是存在于大海当中的天坑 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也与一个神秘的巨坑有关 据说那个巨坑啊 不仅外观有别于我们熟知的喀斯特天坑 当地的百姓们还说呀 说这个巨坑似乎还有一种魔力 连周围的群山都在它的影响下 产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现象 关键是 它还为当地的百姓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 那么这个深坑当中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百姓们所说的无尽财富又到底是什么呢 神秘巨坑的所在地 位于我国湖北省东南部的大野市附近 这里地处长江中游的南岸 是典型的江南丘陵地画 一座座海拔不超过200米的山丘 起伏和缓 却又将大地分割得支离破碎 境内河港纵横交错 湖泊兴罗齐步 南方地区特有的温婉与宁静 在这里展露无遗 然而就在大野以北约15000米外 两山之间有一个形似古罗马圆形巨城的山坑 从空中俯瞰 一道道形似阶梯的几何形断面 如同巨大漩涡向地下延伸 巨坑的面积达到了108万平方米 相当于15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坑内最大深度约为440米 百姓口中曾经为当地带来财富的巨坑就是这里 据当地人说 这个深坑并不是自古有之 它之所以形成如今刀销俯砍层次分明的形态 是若干年来人类持续挖掘的结果 那么 是什么人在这看似普通的大山间挖出了这样的深坑 他们挖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当地故老相传 就在巨型深坑不远 有一座残破的土丘 据说每当雨季来临 倾盆而下的雨水过后 那座土丘上就会在一夜间 突然冒出数不尽的翠绿色石头 他们就是当地百姓所说的深坑宝藏 那么 只有大雨过后才能显现出的绿色岩石 究竟是什么呢 人们踩挖巨坑 是否就与此有关呢 魏克涛 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副总工程师 常年在野外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欢迎来到我们的沉淀室 这个沉淀室来沉淀了我们大野地区 大部分的矿碳资源的标本 其中又以孔雀石为代表的 这个孔雀石 我们的地方比较独特的 它的颜色比较深 它的品相比较好 魏克涛告诉我们 自古以来 大野就素有百里黄金地 江南聚宝盆的美誉 这因为大野盛产一种稀有的宝石 孔雀石 在大野 蕴藏有两种不同的孔雀石 一种为皮壳状 表面光滑滞润 另一种则呈现出绒毛状 在灯影的变换中光环闪耀 那么孔雀石到底有怎样的价值 让当地人绝地数百米 持续近千年的寻找呢 这是我们沃洞满地区的一个 矿碳分布图 这些孔雀石经过我们的研究 它主要产于 铜锣山地区 就是这个地方 大野以西约五千米 成交迈有一座残破的土丘 铜绿山 大野出产的孔雀石 几乎都来自这个长度 不足两千米的丘陵之下 受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 春夏时节 大野这里雨量充沛 据史料记载 每逢大雨之后 这个小小的土丘上 往往就会被冲刷出 许多大小不一的孔雀石 这样的现象持续了上千年 如今在山体上仍能找到这种 雨后铜绿线的奇异景象 这就像这样的 这都是那些绿色的铜绿 是孔雀石 它是古人 和我们现代人 造铜绿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魏克涛解释道 每逢降雨 山体沿石中的含铜矿物 便会与水氧气等物质 发生氧化反应 形成铜绿 这种铜的氧化物 经过漫长岁月 逐渐将整块岩石染成绿色 便形成了绚丽的孔雀石 种种迹象表明 百姓们所说的那个深坑宝藏啊 似乎都指向了这块瑰丽的孔雀石 因为这孔雀石可谓浑身上下都是宝 首先我得跟您说说 形成孔雀石之前 必不可少的铜绿 这个铜绿呢 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见到的那个铜锈 是铜元素在空气当中受潮 被氧化之后形成的 古时候啊 这个铜绿粉末还是一种药材 它具有解毒去腐杀虫的功效 不光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铜绿的药用价值 去过欧洲的朋友都会发现 在早期欧洲的建筑当中 那些城堡的门把手 几乎都是用铜做成的 为的就是养化铜 能够让来访的客人在进门的同时 就先消消毒沙沙菌预防传染病 而由铜绿形成的这个孔雀石呢 从古至今更是人们眼中不可多得的稀有宝石 至今在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孔雀石盘 所以难怪大野当地人将这孔雀石看作是天赐的财富 而咱们节目刚开始提到的那个巨坑 很可能就是挖掘这种宝贝石形成的 正当我们以为找到了正确答案的时候 专家却告诉我们 说人们在大野的深山密林间挖出的那个巨大深坑啊 绝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为了采掘孔雀石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这个孔雀石啊 基本都是分布在地表30米到50米的区域 而那个大坑呢 却挖了有400多米 这么深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孔雀石了 那么人们挖这个巨坑到底是要找什么呢 在巨坑的周围能不能发现一些考察的线索呢 1973年 生活在铜绿山附近的百姓在田间劳作时 经常会挖到一些古老的库制旱道 在旱道深处 一把巨大的青铜斧头 让当地百姓惊诧不已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 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场景浮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座春秋时代的古矿井遗址 在铜绿山旁 不到两平方千米的范围内 考古人员一共清理出七个露天采矿场 和18个规模宏大的地下开采区 纵横交错的树井 芒井一百九十九座 密如珠网的平焊一百七十七条 焊道总长达到了八千多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一个采掘的一个巷道 我们现在走的是一个平墙 这个平墙的宽度一定是比较宽的 它的支付也比较紧密了 它的一种密集式的打结方框 就是每个木头之间是相互连接的 这样就是周围的围野就不会向哪里面来跨 春秋战国时期 铜绿山的地下便已经拥有先进的矿井织户技术 魏克涛认为 古代先民通过航道织户 不断增加挖掘深度 这说明 古人对铜绿山附近的矿产分布规律 已经有了大致的认知 整个山都是一个大的一个铜方体 这上面有铜鱼的是一个氧化弹 在它旗下就有一个铜的一个赤绳腹体弹 就是看这样的 它里面所附成的主要是孔雀石 灰铜方 氧化铜 还有自然铜 古人就主要是开的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松松脱散 魏克涛告诉我们 铜绿山本是一个完整的铜矿体 由于常年受到风雨侵袭 露出地表的山体 便形成了含有孔雀石 自然铜等矿物的氧化带 而岩体中另一部分铜元素 被雨水淋绿迁移至地下 在地下岩层深处 与原生铜矿发生置换反应 形成了铜含量较高的自身负极带 古人通过对自然不断探索 渐渐开始掌握了这里铜矿的分布情况 自夏商时期以来 铜绿山便拥有了科学完整的采矿技术 开掘 空风 海水 矿石提升等 都有明确的分工 通过今天遗留的这些纵横交错的航道 我们仍然可以想象 三千年前 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指挥有序 分工合作 耗子震天的劳动场面 正因如此负极的铜矿资源 经隔铁马的青铜时代 大野地区一直是历代帝王 梦寐以求的财富 据考证 这里仅在先秦时期 采挖出的铜矿石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吨 那么大野的铜矿储量为何会如此惊人呢 昔日里 铜绿山人声鼎沸的景象 如今早已成为过往 仅仅留下了两座残破山丘 而在距离铜绿山不远处 那个巨大深坑的底部 或许就隐藏着大野地区 矿产资源分布的关键信息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灰岩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 一个入字型的构造 说明这个地方的构造是比较发育 岩石比较破碎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入字型构造 是由两组不同方向的 列系交汇组成的断裂地层 这种断裂 大的甚至可以达到数百千米 它的出现意味着 大野地下的石灰岩层非常破碎 并十分有利于炙热岩浆的上涌 从而形成金属矿土房 这种现象在我们这个大野地区 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这也是我们城坑比较有利的一个构造部位 沿着破碎的石灰岩层 继续向矿坑内前行 不多久 矿坑底部 岩石的颜色渐渐发生了变化 你看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白色的灰岩 在这里看到就是白色的火层岩 在这个中间就是一个接触变质带 含矿的热液沿着这个接触变质带 上游就形成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红色的框体 专家告诉我们 红色岩石中含有大量铁矿 而与铁矿半生存在的往往就是风宁的铜矿资源 但是在红色岩石中 我们只找到了极少量的黄铜矿 那么 绝大部分的铜矿资源究竟在哪呢 我们开一看 你看砸出来以后 它就是个绿色的 有脱灰石 有石榴石 典型的膝盖岩型矿物 这个膝盖岩呢 看到很普通 但是我们主要的桶框 都参与这个膝盖岩中 专家告诉我们 原来在大野90%以上的铜矿资源 都集中在了那种锡卡岩中 那么锡卡岩究竟是什么岩石呢 其实啊 这个锡卡岩 它是一种成分特别复杂的变质岩 它只有在石灰岩与岩浆接触的 这个变质带当中才能形成 原来啊 在1.5亿年前 大野这个地方呢 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地质运动 从地下涌上来的岩浆 与那的石灰岩发生接触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接触变质带 这个时候呢 因为岩浆活动还没有停止 大量被高温气化的含有金属的岩浆 热液与变质带当中的岩石 再次发生交换 其中你像铜啊 铁啊 铁啊 等等元素 渐渐的结晶 沉淀在了其中 这就形成了含有铜元素的这个锡卡岩 锡卡岩 这种岩石可是非同一般呢 在铜绿山一带 这种锡卡岩的分布面积 曾经引起过世界范围的轰动 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知道 锡卡岩里会有大量的矿层 而这种岩石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分布却十分有限 所以当大野一下子发现了 一千多平方千米锡卡岩 岩层分布袋的时候 很多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都说了 说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奇迹 那么这个奇迹究竟是怎么孕育出来的呢 通过对大野地区巨型矿坑的考察 魏克涛认为 在大野有两个隐藏的地质条件 对这里锡卡岩铜矿的储量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我们的多年的研究 在这个城矿层之上 有一个沙叶岩的屏蔽层 它作为一个盖子 当寒宽的热液上来的时候 就把它盖住了 一山不出去 从而在这里堆积起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锡卡岩型的矿场 来两下 景象是75度 75度就是 北东云乡的 它的走向 和我们这个区域上的 近东云乡的地层 整体的这个方向是不协调的 同时 通过测量城矿变质带的走向 专家还发现 大野的石灰岩地层中 存在两个地质时期 不同构造的叠加现象 原来大野的铜矿并不是一次形成的 在最初形成 锡卡岩金属矿床床后 这里又经历了数次地质运动 这使得地表下的石灰岩层 与锡卡岩变质带天 产生了更多的裂系 随着岩浆活动的不断增强 当寒矿热液再次上涌 金属矿物便会在新产生的 裂系间持续累积 从而增加了大野地区 锡卡岩铜矿的储量 通过对巨型矿坑的深入调查 专家为我们还原了 大野地区的地质构造与城矿规律 如今地质考察所发现的矿产 对于我们来说 也绝不仅仅是对自然资源的 获取这般简单 在这些地球宝藏的背后 还让我们了解到 这片沃土上 尘封了数千年之久的文明印记 储量风云的铜矿资源 让大野成为了数千年前 中国青铜时代中 一个不可过缺的角色 在铜绿山的土坡上 散落着大量古代野链遗存 漆黑的炉渣踩在脚下 便会发出清碎的金属撞击声 这些炉渣的酣铜量 仅为0.49% 这说明矿料中的铜 已经被很好的分离提取 依据铜绿山周边遗存的炼渣推算 这里累计互产的粗铜总量 大约在15万吨左右 在古代 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但是在考察中我们发现 在大野 那些粗铜并没有被铸造成青铜器 在黄石博物馆 我们看到了一些具有特殊价值的文物 我们馆藏的铜绿都在这儿 像这样的有大有小 它由于从金门留下来的铜绿 它有的低的多 有的量大量小 就形成有大小的区别 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 是 你看它现在只剩一半 它体内有这么大 面前这些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的铜钉 正是几千年前 古人们一抚一锤 辛勤劳作的成果 同时 这些铜钉 也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的历史线索 那铜钉的资料都在这儿 大概有五十多件 大部分出土湖边采集了 那个因为大野湖跟铜绿山挨得很近 这个证明一点的就是在运输出土的过程当中啊 遗落在湖里面 保留下来 专家告诉我们 在古代 一个矿床能否被利用 水文地理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者们发现 在三千多年前 铜绿山古铜矿区 几乎三面环水 它的东部与大野湖刹相接 故时 这片东西长四十五千米的广阔水域 将铜绿山与长江紧密连接在一起 如今 那片宽广的水域已经逐渐萧溃 但遗留的自然河道 仍与长江相连 在这个地方 大野湖的湖水 顺着这个河道向东 流入了长江 现在我们看到的河道 比较浅 比较窄 在古时候 这条河道 比起来要宽的多 也要深的多 可以行驶比较大的沐船 从而游入长江 借助大野湖良好的水上交通条件 铜绿山生产的铜钉 全部被运往长江码头 并以此一散 虽然在大野 目前还没有出土过国宝级的青铜器 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用以铸造中原青铜器的铜料 其最主要的来源地之一 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 出土于湖北的曾侯椅边中 岳王沟建建 河南安阳的后木雾顶 左方河等一系列代表 青铜文化巅峰的青铜礼器 它们的铜原料 很可能都来自于大野 当初生活在大野的古代仙民 一定是通过铜绿山上的孔雀石 才发现了他们脚下的这片沃土当中 深埋着的大量的铜矿宝藏 如今我们沿着古人遗留下来的 航道一层层的向下探寻 不仅发现了更深更多的铜矿资源 而且还完善了一种 特殊岩石的城矿理论 通过对大野西卡岩形铜矿的研究 我国科学家先后又在广西 在云南 在安徽等石灰岩广泛分布的地区 陆续发现了西卡岩形的铜铁锡新屋皮等重要的金属矿床 谁能想到一个巨大的矿坑 几座普通的丘陵 竟见证了一场独特文明的繁荣昌盛 同时也为我们揭开了一段亿万年前的地质传奇 这或许正是吸引我们深入秘境 去扣温那些古老岩石的动力吧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再会